部長我跟您請教 那麼我們在看到這個關於議長副議長選舉 地方制度法44條 我們有個提案要把它改成這個記名投票 那麼我看到內政部基本上的態度是不贊成 是保留 應該說不完全贊成 有意見 那麼這裡面我們看到從過去到現在 那麼包括法務部 或者包括本院的一些同仁 在提到這個關於這個地方選舉 議會的這個選舉 議長副議長選舉改成記名投票都有一個意見 那麼認為 因為這樣容易造成買票收錢的根據 就是說我收你的錢 我過去是要證明說我有投你一票 現在我都不用證明了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是也有這部分的考驗 我知道 那我們看喔 量票有兩種情形 一種呢 我必須讓你知道 就我剛才講的說我投你一票 作為收錢的依據 另外一種情形呢 我要證明 我沒有收錢 我要跟我的選民 因為我們都知道地方議會的選舉啊 其實買票從而每一次啊 都勝銷成上 它大概可以分成幾種情形 第一種呢 就是沒有沒有競爭 大家敲好啊 敲好有時候要花多少錢 敲好呢 不是說不用花錢呢 我在十幾年前曾經有一個澎湖的 一個年輕的議員 一個五黨籍啊 因為我曾經在澎湖待過 是我的朋友 他跑到台北來跟我請教 他說怎麼辦 他說他剛當選 他現在議長跟副議長啊 兩邊啊講好了 講好就沒有競爭 可是呢 議長出一百萬 副議長呢出五十萬 兩個人呢就湊每一位議員啊 每一位議員喔 每一個他們總共有十九個議員啊 對十七個議員啊 一人家家家包一百五十萬 他說這不是買票啊 這就給大家一個勒索啊 這是第一種情形 即便都喬 但是議員也是要拿錢 第二種情形呢 本來有競爭 但是大家呢 縮贏的湯縮好啊 啊縮好了呢 還要給對手錢 這個也要花錢 這花的錢可能更多 第三種狀況就是有競爭 那為什麼 這次會有這個爭議呢 因為民進黨一再要求 各地的議員都必須要量票 量票的用意是什麼 是為了要自清 說沒有被金錢暴力 所脅迫誘惑 去投的不應該投的票 那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你們常常在講的 就如果說 量票的話 就會變成買票收錢的依據 所以我就要請問 你覺得這種公開量票的行為啊 照常理來說 我們看很多人 突然票就把票量開 公開給大家看啊 這是表示為了自清會這樣做 或是收錢作為依據 比較會這樣做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知道 我相信應該是為了自清 他如果收錢的話 他一定遮遮掩掩 怕人家看到說 你怎麼量票你是不是收了錢 都有可能 兩種可能 理論上都有可能 但是實際上一個正常的人啊 一個腦袋清楚的人 他如果為了收錢之後啊 他大概不敢量票 說公開 欸我收了錢啊 你那個給我錢的 你看到我量了票給你看 通常不會 因為他怕被人抓 說他買票 那所以呢 會出現一種狀況 如果 包括我們的司法單位 因為我們地制法規定啊 是吳敬明投票 所以千方百計要去抓量票 跟抓會選 但是會選很難抓啊 會選不好抓啊 要抓到金流 法務部 常常舉的一個例子 過去台中有個案子 後來最高法院啊 判這個量票有罪 他為什麼會到最高法院呢 因為他最初啊 被起訴 是因為議長副議長的會選 後來會選抓不到 因為抓不到金錢 就量票被判刑 那個量票有這樣子拿起來看嗎 沒有 他是在他投票的時候 弄一個折痕 所以其實我們過去也曾經舉過例子 你如果真的 要買票的那個 這個證明的行為啊 我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例子啊 過去啊 在實務上都發生過 我指定你 投票要投在 這個選票那個要投的人 投在這個人的 這個投票格子左上角 因為議會的投票的 這個選民啊很少嘛 就是議員嘛 我每一個人指定的位置不一樣 一個人指定在 左上角 一個人指定在 右下角 如果這樣還不夠 我們看下一張 我再配合 你要做一個折痕 在這個你投票的人 的左下角 你 你也投在左下角 另外一個人也可能 投在左下角 但是我跟你要求 你在這個右下角 再加一個折痕 我就可以證明 那是你投的 你如果沒有辦法抓到金流 你怎麼證明這個票 是誰投的呢 你沒有辦法證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是因為 買票要驗收的話 他根本不需要量票啊 所以你們去抓量票 你們抓到什麼 你們最多的就抓到 那個要證明自己沒有買票 自輕的行為 結果我們大家都口口聲聲講 深入痛絕的買票行為 抓不到 抓不到啊 除非你呢 可以抓到 他的金錢往來 或者是 最常出現的一種狀況 就是這次嘉義市啊 這個我們 趙偉就知道 嘉義市的那個議長這一屆的 因為買票 後來被被判刑了 他為什麼買票 因為有人出來作證 那個作證人說 我不收錢 他來跟我接洽 因為有這個證人 因為這樣啊 他就被判刑了 因為有證人 那個證人是沒有買 沒有接收錢的 那你說 如果收了錢呢 他會 來 才 承認嗎 他有可能 因為檢方抓到他的金流 叫他當這個污點證人 就有可能會被判緩刑 對不對 屏東的例子 也是在這一屆 可是我們要說的是 在每一個地方縣市 議長副議長的選風 是最壞的 每一次選舉都有傳聞 但是你們能夠抓到的 法務部能夠抓到的 有幾件呢 其實沒有幾件 所以你們這個理由啊 告訴我們說 說這樣有可能會變成買票的依據 結果你們真正的包庇了 是買票的人 真正抓得到的是 為了要自清 拿了選票出來說 你看我沒有去投給 那個傳聞要買票的人 我投給 我可以清清白白告訴大家 我要投的對象 那不是很荒謬嗎 您剛才也說了 這個即使 他這個 這個 所謂的講好的 他 也是可以 這個 也是可以 用各種方式 包括你 這剛才講的 你記名 也可以用來展示 讓他這個動機 我們很難確定 他這個 量票 給人家看的動機在哪裡 他動機 有可能說 我覺得這個 某某某是 你到底聽得懂 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我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是一個買賣行為 我有好 我舉這個例子 我有好多 可以不讓你抓到 是我 投這張票 可是 約定的雙方知道 你抓不到 所以你們現在地製法這個行為 法國部根據這個行為 去懲罰的 懲罰的是 那個要自清的行為 還有剛才 我們在報告裡面 特別提到 像鄉盛民代表會 那個五黨級的委員 是 五黨級的代表 這個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比例的問題 你今天希望 要遏止的是什麼樣的行為 你沒有辦法 有效去遏止買票 這個選票的處理 跟有黨無黨 是不相干的 我不相信有哪一個 收了錢的人會拿起來說 欸你們看啊 我投票給那個人啊 我投好了 他要領錢他不需要這樣做啊 對不對 他有好多方法可以處理 所以你們的理由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你們會希望繼續維持 地制法這四十四條 維持不記名投票 無記名投票 結果只有一個 只有造成一個後果 繼續包庇買票的行為 在十件二十件裡面 可能只抓到了一件兩件 但是呢 你讓有一些本來 他不敢如果公開 他必須要把他投票行為公開的人 他本來是不敢收錢的 他本來是不敢投的 但是他在這種 吳記名投票的保護傘之下 沒有人知道是誰投的 他就去投了 因為他不需要被選民檢驗 他不需要被選民檢驗說 那個段宜康你為什麼投給那個人 你不是民進黨的嗎 你不是台聯的嗎 你為什麼去投給那個國民黨 或那個五黨籍那個金牛 或那個另外一個政黨的人 你是什麼理由 他就不需要去面對 他要對選民做的交代啊 他只要對錢做交代就可以了 這次在新北市 即便沒有像傳聞的五千萬 但是關鍵的票一票兩三千萬 都說法盛銷成上 在台南市 一票到一千萬兩千萬 每一票的價值不一樣 但是都有行情 你們抓得到嗎 你們除非抓得到金流 台南的錢從哪裡來 買票的錢 從廈門進來 從地下會對管道進來 誰抓得到 通通跑到人頭戶了 誰抓得到 我就不相信抓得到 那為什麼 他可以這樣做 很簡單 因為躲在 吳紀明投票 的保護傘底下 心存僥倖 覺得你們抓不到我 你沒有辦法證明 但是如果這個投票 是必須要據明的 他這個票 就不敢因為收錢 而投給另外一個政黨的候選人 就是這樣啊 因為他躲不掉啊 其實秘密投票本來就是要尊重個人的意志 當然是不是因為這樣 這個就 這就是你們沒有能力去抓到 議長副議長的會選 的托詞 你們沒有能力抓 所以你們造成的結果 就是包庇 如果在黨這個案 就是內政部跟法務部 跟中選會聯手包庇 我的評論 謝謝 謝謝 謝謝